海军陆战队操演传出了重大意外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难下来探视慰问 两名伤者当中 陈姓女中士轻伤 而另外一名道姓中士 虽然目前是重伤需要精气协助 但是也传出了好消息 她现在已经可以自主呼吸了 算是过了第一关的挑战 不过不幸殉职的陈姓上士 还有蔡姓上宾 家属可以说是难掩悲痛 尤其是蔡姓上宾的母亲 去年才过世 蔡爸爸去年痛失爱妻 而现在又痛失爱子 受到的双重打击 真的是难以想象 而另外就是陈姓上士 结婚两年 太太现在还怀有身孕 而且她现在还得面对 丈夫因公殉职的恶号 看到蔡总统的时候 她坚强地表示 以丈夫为荣 让人相当不舍 总统的一句抱歉 让上宾蔡博宇的爸爸 忍不住痛哭失声 绝望摇头 去年才丧妻 今年又被迫面临丧子之痛 同样难以承受的 还有上市 陈志荣的父母和妻子 结婚两年 太太最近怀有身孕 丈夫却在育员中殉职 一句会坚强 让人鼻酸 陈志荣是家中老三 虽从军 但只要休假 就回家帮忙父母工作 军方人员重旁协助 判给家属安慰 至于还在家户病房的中士 阿玛勒道卡度 总统也带来好消息 现在可以自主呼吸 但是需要有机器的协助 算是过了第一关的挑战 本身育有四名子女 最大的小四 最小的才两岁 孩子在校表现优异 直到爸爸预演出意外 写下要爸爸加油 全乡也一起帮忙集气 希望他尽快脱离险境 上市最亲的中士陈若瑩 展现坚强 也在脸书抒发心情 向殉职同袍说声辛苦 欲言意外两死两伤 总统探视 承诺对家属给予 最好照顾 记者王一玉许富杰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